一天五强震 变电箱炸名载易死 民众拍下熊熊大火从变电箱窜出 令人触目惊心 昨天上午9点42分 台湾东部海域发生类似规模6点3强震 全台有感 其中宜兰和新北市正都四级最大 也酿成一死一伤悲剧 位于新北市新庄区 这栋名载旁的变电箱 就因地震引发短路而爆炸 绝缘油被炸开后 或见到一旁二楼阳台并迅速起火 造成84岁独居老人庄云鹏被烧死在楼梯间 28岁民众徐松红则受伤送医 地震也造成新北市树林区 一处自来水地下管线破裂 大水掏空路基 连前去抢修的挖土基也陷入泥水中 北市松江路一处停车塔 塔内三辆车则因停车钢板凋落 变成跌罗汉 其余八辆车遭波及受损 地震主要是因为菲律宾海板块从琉球海溝 像被引没到这个欧亚大陆大块底下造成 这样就是在南河海盆 那南河海盆这一带的地震 还有特别海盆的这个地震 根据过去经验 这两个海盆发生的地震 台北都要得特别厉害 专家表示台北盆地和宜兰因地质较松软 被放大地震摇晃幅度 才摇得比花莲厉害 而直到昨晚8点 台湾又发生4次超过规模5的地震 但气象局研判全是余震 动新闻综合报导